大家好 我是Suki 鍾書琪 據估計香港有超過17萬視像人士 黑暗中對話基金會致力幫助他們融入社會 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 請立即去以下這個網址慷慨解囊 支持黑暗中對話基金會 美國就香港的問題又再次在說三道四 都不知道是對我們好 還是想加害我們香港人 嫌我們不夠慘情 我覺得老實說 他們最好是出小句聲 不要再去理會中國的內政 聽話 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他星期四即是1月14日發表了2020年度的報告 我們不妨看看他的報告說了些甚麼 報告裡面說第一點 香港的一國兩制框架已經被拆毀 嚴重破壞法治和香港人長期享有的人權和自由 強調自香港主權1997年移交給中國後 美國國務卿第一次認定香港未能保持高度自治 第二點 過去一年香港政局動盪 是港府和中央拒絕解決香港人的合理要求 而造成的後果 包括香港人要求制止警方暴力 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第三點 港府逮捕多名民主派人士 限制記者採訪的自由 向司法部門施加政治壓力 又對警員侮辱非暴力示威者的行為 日趨頻密的現象當下不到 第四點 報告認為中國政府沒有作出任何緩解緊張氣氛的行動 反而變本加厲 繞過香港立法會 在香港強行推行港區國安法 直接威脅香港人合法的權益 和言論集會的自由等等 看完之後大家可能會問 So what? 中央政府也可能會問 So what? 還絕對可以交代他 關你甚麼事? 這個報告所提的建議更加遙不可及 第一個建議 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的官員 應該繼續聲援被港府起訴的民主派 包括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政員周庭等 要求香港政府撤銷對有關民主派的起訴 建議二 國會和官員應該敦促中方和港府重啟政改的程序 在符合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情況下 全面落實雙普選 建議三 華府應該向任何需要緊急保護的香港民主派提供人道庇護 以及示威者、活躍人士、學生和其他因為香港失去自治權受影響的人 提供從香港合法進入美國的渠道 公屬一點來說 中央和特區政府真的會說一句 海里都在杭州的 第一 沒有人會相信美國政府不會因為經濟利益而放棄他們口中的所謂堅持 口說的話仍然是漂亮的 但行動不一定是這樣的 就算美國真的樂意介入其中 都是為了勢力均等Balance of power而設的局 香港人的利益又怎會是他們的主要動力 香港跌入中美外交博弈當中成為了一粒棋 實在是可憐的 第二 提供由香港合法進入美國的渠道 說就容易 也不知道他是想幫忙還是想幫倒網 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會越幫越忙 中央在國籍問題上的反應 可以超乎想像這麼大的 第二些不要說 只是單單說英國BNO5加1方案 這個簽證移民計劃 已經極有可能令中央落重弱去對付 有傳媒說北京在考慮禁止BNO護照 持有人在香港出任公職 是公職 甚至是褫奪他們的投票權 還說下星期人大常委會有機會討論 這樣的反應如果是真的 根本是超乎比例 你想想對香港公務員的體系造成多大的震盪 其實人們也知道 不少中層的公務員 甚至是紀律部隊也有不少人有BNO 又或者是外國的護照 子女 家人 也有外國的居留權 甚至已經在外國居住 如果要做這件事 原本計劃或多做幾年就退休 隨時可能是因為這樣 反而快快用了BNO 五加一方案 移民走了才選 隨時有一大群人提早離開 剛入職的公務員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如果工資跟外面差不多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這批公務員未必會選擇再留在政府工作 本來公務員是較為一份安定的工作 忽然多了這麼多條件 又要宣誓效忠 又說不可以有BNO 你說吸引力當然是自然大減的 最終的結果 可能是更多人選擇 快點離開香港也未頂 既然連份工作都拿走了 留在做甚麼 自然更加想走 還有另一個問題 這個公職究竟會否包括公營機構 現在很多公營機構的管理層 都是專業人士 這班人在市場上 私人的市場是有他的需求 一旦一窩蜂地離開 找人替他們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多專業人士隨時都有BNO 甚至是外國護照 我們都想得到的問題 中央怎會想不到 如果都想得到 仍然堅持在這個方向走 國家一定有自己的道理 中國人很多治理名言 其中一句就是 產草要除根 可能是因為這樣 實在是不應該 容許有任何 可能會有異心的人 存在在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行政架構裏面 俗語也有說 等如放隻老鼠入米缸 如果這樣分析下去 行會成員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也不太外國 連日來倡議處理雙重國籍的問題 走去建議設立死線 限期之後拿到外國國籍的 才失去居港權和投票權 這些建議就是不夠徹底 不夠忠誠 不知所謂 切死線 切甚麼死線 一條線都不應該留在香港 實在是留港不留隱 這才是愛國的表現 難怪你當年真的選不到 真是任共住 不過講一講 美國財政部星期五 即是1月15日又搞小動作 公布新一輪的制裁名單 這次的名單包括很多人 有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警務處國安處處長蔡展鵬 警務處負責國家安全的兩位助理處長 簡啟恩和江學禮 還有駐港國安公署副處長 孫青野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統戰部長 柔權 梁振英先生一定覺得很不示美 所以到今天他都沒有份 梁先生這不代表你不夠外匯國家的 只是他們的制裁 似乎有一些基準 美國只會用盡旁門左道的方法 對付那些他們覺得 需要為香港事負責的人 今天你不在其位 所以他們很難有道理來制裁你 所以真的錯不在你 老實說 我每次看到這樣的制裁名單 我都覺得美國政府真的不知所為 你說是不是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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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